血淫刀果然厉害 这一刀是为盈盈的 你准备烧死吧 哈哈哈哈 当早新军 三分归元气 聂人王为了替妻子盐盈报仇 与熊霸展开了巅峰对决 谁知熊霸的三分归元气太过强大 聂人王根本不是熊霸的对手 被熊霸给打飞到了凌云窟 凌云窟中的火麒麟被两人惊动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跑了出来 聂风和段浪也在此时赶到 刚好目睹聂人王被火麒麟抓走 当即奋不顾身地追了上去 聂人王被火麒麟抓走生死不明 熊霸将聂风和段浪带回了天下会 两人同样失去父母沦为孤儿 无处可去只好留了下来 幸运的是聂风在这里结识了三个好朋友 他们一个是天下会的婢女孔瓷 一个是熊霸的关门弟子秦霸 一个是整天面无表情 拿着刻刀雕刻木雕的布京云 说到布京云就不得不提起他的来历 他是霍家庄庄主霍不天的妓子 霍不天十分看重布京云 在他五十岁大寿之日向武林宣布 会将霍家剑法传给布京云 未来由布京云继承霍家庄 可也正是这一天 天下会的两大高手 雪暗天和冷不防来到了霍家庄 气势汹汹来者不善 由于霍家庄不肯臣服天下会 所以熊霸决定灭了霍家庄杀鸡锦弘 霍不天毫不畏惧动起手来 对上了隐穴骷髅雪暗天 雪暗天的武功与霍不天可谓是半斤八两 就算霍不天用出霍家剑法 也只能与雪暗天拼一个平分秋色 两人是谁也奈何不了谁 可天下会的另一个高手冷不防 却在霍家庄大开杀戒无人可挡 很快将霍家老小屠戮殆尽 只剩下了霍不天的儿子霍物爵 冷不防故意放任霍物爵求救 当着霍不天的面斩杀霍物爵 导致霍不天心神大乱 死在了雪暗天的乱刀之下 怎么还有一个 要斩烤出盆 雪暗天认为霍京云不是霍家庄的人 将霍京云带回了天下会 而在命运的安排下 聂风同样来到了天下会 风云的布施就此彻底拉开序幕 有人的地方就有压迫 聂风和断浪刚来到天下会不久 就遇见了一个嚣张的小光头 小光头见聂风和断浪是新人 当即摆起了老大的架子 要两人给他跪下磕头 还表示买车不知道怎么选 那就点击左下角打开董车地 首页点击排行榜 里面有汽车的销量 降价实测榜等榜单任你查看 可以了解哪台车又便宜又好 要买啥车 看看懂车地排行榜就知道 断浪是南陵剑手断帅的儿子 傲气十足不愿屈服 带着聂风与小光头一行人打了起来 正所谓虎腹无犬子 聂风和断浪两人 乃是北影狂刀和南陵剑手的后代 虽然年纪不大 人数也没有小光头一行人多 可发挥出的战力不可小觑 竟然反过来压着小光头一行人打 不服气的小光头 剑撞拿出匕首 就要对聂风两人狠下杀手 好大的胆子 进了帮不费多不贵 叫什么名字 我叫断浪 是南陵剑手断帅的儿子 那你也跟你呢 我叫聂风 我叫杜金云 聂风 杜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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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金云